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今天 股市任我贏的盤獲節目 台北股票市場 今天大漲了400點 400多點 當然很多投資朋友們會想問 這個行情到底是屬於回升 還是屬於反彈 這兩個名詞 雖然是專有名詞 可是它所帶來的結果 是不太相同的 首先回升的意思是說 我的股市還會繼續的往上衝 反彈的意思代表說 跌升之後開始小彈一下 後面還會持續的再做一個破底 所以這兩個所產生的訊號 是不太相同的 那投資朋友們現在想問的就是說 大盤會不會持續的上工啊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應該要買股票 還是賣股票 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其實有一些股票確實你要賣的 但是有一些股票呢 它反而是一個買點的不是賣點喔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分別喔 跟你要怎麼去做一個持股上的調整 待會節目當中我們再慢慢聊喔 那首先我在上個禮拜的節目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行情就是一樣 急跌下來之後來到一個極度悲觀的位置對不對 每一次大盤來到極度悲觀 它再怎麼差 再怎麼爛都會有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嘛 那你說現在回升了嗎 就大盤的角度而言 我的月線還是下彎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月線還是下彎的情況下 我未來如果反彈上月線的附近 它一樣會產生壓力 尤其是我現在的扣底值啊 像這個禮拜開始要扣高值了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股票呢 它來到這個位階點上 反彈你一定要去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它才是正式的開始進入到回升的一個格局喔 那很簡單就是月線的部分喔 月線我能夠突破上去 然後呢帶動整體的均線 開始往上揚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整體的行情才會更加的穩定喔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 今天的反彈 今天的大漲的格局當中 其實你也不用急啊 因為呢 居然是一個反彈格局 未來它還會再測試一下 它還會有低點 可以讓你去做一個佈決的動作 那尤其是今天突破兩日高點之後啊 那明後天的走勢就很重要囉 如果明天後天 它能夠走一個量縮 甚至整個跌幅漲幅都開始縮小的情況下 才算是整個行情正式落底喔 所以你不用急躁 先把股票準備好 然後呢 等待它回撤的時候 下去做佈局的動作即可喔 但是有一些股票呢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比如說今天大漲又是靠誰 靠航運類股嘛 那我之前一直跟投資朋友們講 我說航運股的走勢 它已經呈現一個弱勢的格局了 那尤其是 如果有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要更加的小心喔 所以呢 航運股今天為什麼談 我相信投資朋友們都可以看到這一張 這一則訊息對不對 早上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加我的Telegram 我也會把這個 早上解盤的分析把它放上去吧 其中就跟大家講過台積電加入 海運的搶櫃大戰 美國建廠模式採 台灣製造 然後呢 它用美國組裝的模式喔 那當然這裡面點名了幾家公司啊 包括陽明啊 長榮啊 甚至說 他來講了 包括那個誰 漢堂的部分 他也講嘛 他就說有點名到漢堂嘛 但是啊 這個新聞我覺得還蠻 還蠻特別的啦 怎麼講呢 如果說台積電要去海外設廠對不對 那他要運送機台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要運送無程式 這個我覺得 怎麼想都想不太透呢 我怎麼想都不太通呢 你的無程式要怎麼運 難道說我要在台灣有沒有 把整個廠建好之後 然後把地基挖起來 挖起來之後放到船上 然後再運到美國嘛 這樣做好像不對啊 怎麼可能這樣做對不對 所以他能夠運送的 當然是所謂的那一些機台啊 那一些設備的東西嘛 那整體的主架構方面 還是在美國當地做生產嘛 所以他們釋放出這則訊息出來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我也覺得很訝異啊 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隨後其實在盤中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人出來做解釋了 漢堂部分也出來澄清啊 我沒有講過這句話喔 我沒說過喔 我也沒有講說 未來我的東西要從海運下去送喔 所以有心人是在放這種消息 我覺得很妙 我真的覺得很妙 甚至呢 因為今天這則消息出來之後 你也可以看到啊 海運股今天是全面大漲 包括了長榮部分漲了8% 因為他也被點名到嘛 萬海部分也被點名喔 今天來到亮燈漲停喔 但是呢 陽明他漲了6% 台華頭他漲了3.95% 那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過 我說利多越大 這個空間他就越小 因為呢 我利多一出來 大家瘋狂的往這個地方去擠嘛 那誰會是最後一隻白老鼠 你等到現在利多全部出境了 你未來只剩下利空的時候 這叫做貨福相依你知道嗎 你今天看到的是福 但是我認為我看到的是貨啊 如果你今天利多都把你拱成這樣呢 那未來只要一個小小的利空 他就直接往下宅欸 那裡面現在套牢 裡面現在這一些股票 其實已經套牢很多人了 但是呢 如果越多的籌碼又跑進去了 那套牢的人不就更多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 今天放這個消息出來 讓我覺得很納悶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對我來講我有危機意識喔 像狼一樣啊 要我危機感啊 像今天大漲 難道很多人跑下去追啊 那我覺得說今天 好啦一開盤就漲很多的情況下 你下去追你未必是追到一個很好的價格 那你如果沒有追到一個好價格 那假設他稍微洗盤一下 你可能就被洗掉囉 所以我覺得看到利多 我覺得我蠻擔心的 我反而是害怕的喔 那當然你說跌升會有反彈 那一定會有的 包括禮拜六的時候 我說你加入我的LINE 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在裡面做諮詢對不對 那一天有同學在問啊 問這個長榮的走勢啊 未來會怎麼樣啊 那其實我也很明白的跟他講說 我覺得 你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他會反彈 跌升會有反彈 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那你也不要去砍在最低的地方 那你要設定好一個支撐 跟壓力的位置 當我的股價沒有跌破支撐 那我就續報可以 可是呢當我反彈上壓力區的時候 我再去做調節 我覺得這樣做才是一個合乎 正常的一個操作 一個邏輯的方式嘛 所以我們就要從長榮的角度來看啊 我們從長榮的角度你看喔 這裡是所謂的大量套勞區對不對 這個套勞區就代表 我的高點的壓力區在這裡了 那我股價呢 來回去做一個主體的動作嘛 重點是喔 我的低點沒有跌破對不對 那既然我的低點沒有跌破 如果他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還可以留 你還可以留 可是呢當我反彈上來的時候 又遇到大量套勞壓力區的時候 欸這個時候你就要去做一個調節的動作囉 該賣的該抽回資金的 你一定要錯 因為呢你如果來到這個壓力區啊 這上檔套勞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他非常的多 那你一旦呢漲上來了會有一些解套的賣壓出來 這個解套的賣壓一旦出來資金被收回來 你覺得他股價還漲得動嗎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新的主流會出來 舊的主流呢 他就會開始進入一個橫盤整理的格局 我不是說他不會漲 但是呢重點在於說 他會如果進入一個緩跌的模式 漲一下又跌下來 漲一下又跌下來 那很糟糕啊 那資金一直被抽出來 一直被抽出來啊 所以你就賺不到一個很大的一個格局 你就沒有一個很大波段的幅度 可以讓你去做一個獲利 所以呢 與其去追這種股票啦 看著利多去追股票 我倒不如我去買一些 我覺得會改變世界的標的 因為這些標的 未來如果可以改變世界 他未來賺的錢很多的情況下 現在沒有人在找 沒有人在講嘛 因為大家都還在鋼鐵航運啊 那我趁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當然我買的股票當然便宜啊 所以之前我們做那些車用電子 不就是這樣嗎 全市場的人每一個都在瘋狂 每個都要封這種股票 那對我而言啊 我幹嘛去跟他們瞎繳禍 那尤其是有一些訊息啊 當你看到那個利多的時候 你忘記了之前陽明的案例 你知道嗎 陽明我在禮拜五的時候 盤後節目我也跟投資朋友們講 你看看陽明他自從辦現增 現增182塊錢對不對 股價有再回去的嗎 即使他今天喔 我說陽明在盤中的時候 我說即使他來到漲停板啊 他才多少錢而已 頂多145塊啊同學 我陽明漲停在145塊 那現增的價格在182塊 他完成了喔 也就是說我現在連現增的價格都回不去 那更不用想啊 這些手上套牢陽明的人 他當初去買這個所謂 因為看好陽明去買他現增股的 去跟著他現增的人 現在全部都套在裡面喔 這個量大不大 都超過萬張以上欸 那你覺得這個上去會不會有賣壓 肯定有的這絕對會是有的 所以呢在整個航運族群裡面 他們為什麼要在182塊錢辦現增 這個是我最納悶的 所以我對於任何一檔股票 我在操作之前我都要想非常非常的多啊 如果說他在辦現增是辦在200塊300塊 那我覺得OK啊 那表示說你如果辦現增是200 那股價還有機會嘛 可是他辦在182而且已經完成了 那就代表他認為這個位置點上面 已經很貴啦 已經很高啦 否則公司幹嘛急著要辦現增呢 包括了這個 甚至說這個台華也是一樣啊 陽明大股東 喔超級大對不對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那重點在於啊 為什麼台華要辦現增 陽明剛辦完現增180塊錢 台華現在140要辦現增呢 那台華現在多少錢 投資朋友 我們來回過頭看一下 台華現在是184塊喔 那他在140辦 他把價差拉得這麼凱 那你可以在200塊辦 可以在300塊辦啊 為什麼你要在這個位置點上面辦 所以我都覺得 種種的跡象 種種的現象 讓我顯示出 其實航運呢 會不會來到一個頂峰呢 否則為什麼有人要在高檔的時候 出那麼多的貨 有人為什麼又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又放這麼大的利多 而且這個利多還不是真的 所以呢 我覺得在股票市場裡面 股價的反應才是最真實的 我們要看股票 不是看著新聞去做股票 當然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都會拿這則新聞告訴你 因為今天海運股大漲 因為台積電他要去美國設廠 所以他會用到貨櫃 但我希望投資朋友們 你們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把這個新聞 真的好好分析清楚 不是來了我就接收 報紙一文才20塊而已 那他要賺的比這20塊還要多 他要靠什麼 這我不講 你們自己去思考看看 所以我覺得新聞是新聞 媒體是媒體 真正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相信投資朋友們這樣一目瞭然 當然 行情反彈有一些個股 像這種我也不會再碰了啊 當時跟投資朋友們講說 我們120塊錢以上 威剛你要賣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發現到啊 這種股票已經跌下來了 都已經呈現一個弱勢的格局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辦法再回到120嗎 所以跌升不是最大的利多 不要覺得航運股跌很多了 所以他反彈你要趕快去做加碼 所以他反彈未來還會再往前高邁進 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該壓力區在哪裡 支撐點在哪裡 這個都先做好規劃 否則你一旦真的來臨的時候 你會措手不及 你也撞不住你知道嗎 當你在急急忙忙去做出手的時候 你自然賺不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獲利 所以海運股的部分 我覺得反彈上來應該要去做調節 你還是要做 甚至這些標的 之前跟大家講的航運之亂的股票 那這些如果手上有航運股的 他現在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你也要開始去做調節的一個動作 趨勢一旦形成他不會輕易的改變 這是老話一句了啦 可是是一個非常受用的一句話 所以該怎麼賣 你真的不了解的 我覺得你還是要來找我 在這個QR Code裡面我一直都講過了 你要掃一下QR Code 你要加入我們的Line 你要加入我們Telegram 有任何的資訊 我都會及時來去做一個分享的動作 那當然我覺得能夠讓你賺到錢呢 還是他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海運呢 目前為止他沒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他只是一個供給跟需求之間 產生了一個異常的狀態 那這種異常不會持續太久 你想想看 拜登為什麼要去打海運 拜登為什麼要來說 我要去看一下這個 為什麼海運的價格會飆成這樣 因為很簡單嘛 當我的運價在上漲的時候 會造成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人民的感受不好 人民感受不好 對政府就失去信賴 所以他一定要去打嘛 但是呢 你說改變世界的新科技呢 包括車用的部分 包括半導體 包括所謂的蘋果 有人會去因為他們的股價上漲 有人會因為他們價格上漲 而去罵他們嘛 你假裝就賣賣而已嘛 我蘋果今年 假設我新手機一支賣5萬塊 你真的買賣了你就賣賣啊 你就不要買啊 但是你不買 你不會造成整個社會上的動盪啊 你不會因為你不買iPhone 然後就造成通貨膨脹 不會這樣做嘛 蘋果也不會因為他的調高價值 價格就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不會 所以呢 他們手上有的技術含量 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它是能夠讓你賺大錢的一個關鍵啊 所以我說 包括上一波的車用電子 像這些股票我們獲利了結對不對 具象的部分賺57% 副頂賺72% 尼克森賺48% 然後甚至呢 這個帆薪的部分 也超過10%嘛 那重點在於說 我當時在買這些標的的時候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全部都在講什麼 航運啊 鋼鐵啊 那回過頭來去看 他們把這些股票罵得一文不止 說啊這個科技股不會漲 這個電子股很爛 可是真正讓你賺錢的卻是這一些 真正賺虧的是真的 所以我認為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真的 大家都在講的東西 那未必是真的 可是呢 當每一個人都忽略掉的時候 那反而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跟很好的買點 所以我下一個 當行情開始回穩之後 我要做的還是這些啊 還是改變世界的新科技啊 航運股漲就讓它去漲 鋼鐵股漲就讓它去漲啊 那重點是 它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大獲利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有翻倍的力量 我去佈局它幹嘛 假設一檔股票它可以 它可以有一倍的空間有沒有 我不要取它從頭到尾 我取中段就好了 我取中段至少有個五成跟七成嘛 像富鼎啊 富鼎我也不是買在最低點 可是它又漲一倍對不對 那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賣在最高點啊 我就取中段啊 中段就多少了 70%了呢 這樣就70%啊 所以我不覺得說 我一定要做航運才會賺錢 我一定要做鋼鐵才會賺錢 我要做的是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所以當時包括我們在做這個 車用市場的部分 我也跟你講 該賣的我全部都賣光了 那我們要下一個佈局的 像德威的部分 今天怎樣 昨禮拜五亮燈漲停 今天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它也不是什麼鋼鐵 不是什麼航運 它是所謂車用部分 那車用電子 其實未來十年 我認為十年之內都有非常好的光景 那類似這樣的股票 它很特別哦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有待過車廠 你有待過汽車業的話 你對汽車業夠了解 你知道汽車業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所有的東西都要認證 那你所有的產品都要認證的情況下 一認證就要兩年的時間 哦兩年耶 所以過去這兩年的時間裡面 因為認證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生產 所以它獲利不好 但是哦 你要知道哦 當它一旦認證通過之後 它未來就是十年的訂單了 它未來就是五到十年的訂單 一直到它改款之前 都會用他們家的產品 那德偉呢 它已經切入了 打入了德國廠哦 德國廠它的要求是高啊 它居然可以攻的進去耶 它居然打進去了耶 所以呢 以它的股價來講 以它的獲利來講 現在才正要起飛而已 它才正要開始從底部開始轉強而已 所以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標的 遠比所謂的航運股 遠比所謂的鋼鐵股 還要來得更好 因為不管怎樣 技術能力夠強 而且它切入了產品 又有一個競爭力 這才是我想要的 這我覺得 抱這種股票 我才不會感到害怕 我才不會覺得 啊 行情怎麼樣會有怎麼樣的 其實這種標的 台股當中還非常的多啦 還非常的多啦 那當然包括了 除了車用以外 像生機的部分 我們當時在買高端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啊 高端疫苗當時 還不到300塊錢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後面呢大盤跌 它連續兩天亮燈漲停板 創新高對不對 那重點在於 我今天要講一個重點喔 高端疫苗部分 你不要再買了 至少在這個短期之內 你不要再碰了 如果你沒有在低檔下去做布局的 現階段 你不要再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 當你現在疫苗開始做施打 利多開始出來 我剛剛講的利多出境了對不對 當我利多開始出來之後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我現在全台灣的人都打了 那未來呢 會不會有一些不良的反應出來 或許這個不良反應是跟所謂的疫苗沒有關係 可是呢 它一定會被扣上帽子 當它被扣上帽子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那股價一定會受到消息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漲多那你也不要再去碰了 那該換的股票該找下一個機會點來去做一個布局的一個動作 那在整個升級股裡面像這種4EXX的股票 我也覺得不錯 真的很好 因為它第四季開始 新要準備要下去 準備要解盲 那以第三期臨床其中的報告來看的話 這個數據真的非常的好 那它有可能會改變世界喔 可能會改變整個癌症的治療的一個方式喔 所以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標的喔 以它現在的股價來講真的不算太貴喔 那包括它的母公司也是一樣喔 所以呢 類似這樣具備改變世界能力的標的 我覺得買這種股票對我來講 對我的投資朋友們來說 我的獲利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追什麼鋼鐵 不需要去追什麼航運 我覺得該買的股票能夠逆勢強於大盤的標的 未來就是市場上的主流方向 那你真的看不懂行情 真的不曉得怎麼做的 甚至你手上還有磁股需要去做調節的 麻煩麻煩一下喔 掃一下這個QR Code 掃兩下加入洪老師的LINE 而且呢給我一張貼圖 讓我知道你在哪裡 然後呢 你把你手中磁股有疑慮的東西 開始說有一些航運股鋼鐵股 你要怎麼操作不明白的話 我都歡迎你直接在LINE中來跟我們做洽詢喔 那如果不會掃QR Code的 也可以用ID在LINE上面打WIN580888 有任何的節目上的疑問 或者是個股上的問題 我都歡迎你在LINE中來跟我們做洽詢喔 那今天為大家講解到這邊 感謝大家記得收看 一如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 Patterson 李宗盛 年 李宗盛 今日之間是